人类是否是孤独的? 单单银河系就有数千亿颗恒星,很多恒星比太阳年长。 即使只有一小部分恒星,有生命一只行星,银河系也有大量的行星可能存在有能力,进行太空探索的高级文明。 但为何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任何来自这些世界的消息,它们都在哪里? 这就是所谓的废影悖论。 答案五花八门,有人认为爱星人生活在水下,有人认为他们都死光了,甚至有人认为我们就是爱星人本人,是几十亿年前坐着归星来地球的。 而最近,一位俄罗斯理论物理学家又提出了一种总人听闻的新解释,按照他的看法,人类的未来甚至比灭神还要惨。 扫除一切竞争对手,以满足其扩张的需要,情况该会如何? 也就是说,人类寻找智慧生命的行为,是否会直接导致外星生命的灭绝? 如果我们在无意间成了宇宙中的坏蛋该怎么办? 这位物理学家名叫Alexander Berevin,他称这种可能没先入后出。 理解这种情形,首先要定义所谓生命的智慧究竟是什么? Berevin认为,生命的形态并不重要,也许外星人和人类差不多,也许外星人是超级人工智能,也许外星人是一种覆盖整个行星的风群意识,但这都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他们的行为方式,在被你被论的语境中,我们寻找第一,外星生命应该是能够生长,能够繁殖,能够被人类发现的。 这意味着这些外星人,要有星际旅行的能力,至少要有星际通信的能力,而这基于一个前期,即人类不首先到达起它拥有智慧文明的行星。 对于一个文明来说,如果获得了能够跨越行星,甚至恒星进行通信的能力,其自身势必要进行不受限的摆掩和扩张。 一旦沿着这条路前行,大量较低等的生命形态必然会被见到。 Berevin表示,这并不意味着高度发达的文明会有一星出其他生命形态,见它是在没有任何关注的情况下发生的。 就像建筑公园在造房子的时候毁掉乙学,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保护乙学的强烈意愿。 在宇宙中,一个狂野的人工智能,或许会不受任何欠制地,通过复制把自己扩张到整个银河系,把每一个太阳系变成一台超级计算机。 至万人工智能的动机是没有意义的,因为它只要有能力就会这么做。 对于人类来说,最大的危机并不是可能会面对更强大的真灰物种,而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物种。 Berevin认为,如果我们是首个进入到亨行及发展阶段的物种,那么极有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退出该阶段的物种。 想要让人类不意外清除竞争物种,需要对文化进行终极改造,使之获得比克体自由意愿更为强大的力量。 但人类是令人惊叹的扩张天才,想要获得这样的力量恐怕很难。 当然,这只是一个理论。 Berevin认为,他希望他犯了个错误,当前获得答案的唯一方法,还是继续探索宇宙,继续寻找万幸生命,人类或许真是孤独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